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珍珠 你总算回来 回来了 回来了 懂了 你都好吗 我都还好 你放心吧 我们一起去看看库儿吧 好啊 走 好乖啊 不哭了啊 看看 看这个 不哭了啊 不哭了啊 库儿 库儿不哭 母亲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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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儿 母亲再也不离开你了 库儿不哭 库儿不哭 母亲回来了啊 库儿 看看母亲 母亲终于回来了 母亲再也不离开你了 来了 库儿一定是饿了 你带她去吃东西吧 是 给我吧 娘娘 她现在一定是饿了 我 我 妈 我 我 妈 郑主 冬郎 宿慈呢 我怎么没有看见他 他在哪儿 郑主 我一直不知道 该怎么开口跟你说 郑主 李若带女兵营去追叛军 被安贼掳走的那一次 苏慈也在里面 李若的女军无疑生还 苏慈 也被叛军 打下了山涯 什么 珍珠 我知道你难以承受 对不起 是我没能好好保护的 连苏慈也走了 沈家出世以后 只要苏慈和护人跟我相依为命 可是团团不到吴哉 他们竟然一个一个地舍我而去 就是我一个人 就是我一个人 珍珠 你还有我的 我们一家三个 从此再也不分开 你永远都不会失去我 你哎呀 你也有个人 我那天哪 你也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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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你们有个人 我会把你带到 这个人 你也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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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为了他 为了大唐和他一样的孩子 我也必须竭尽所能 待我唐君克服两境 平定中原 只愿他们长大的时候 这动荡局势 成为他们读过的书本里的一段旧事 对了 董老 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 在寺庙的时候有人对我下毒 独死的不是县主吗 听说他得罪了不少人 不是 那碗斋饭本来是我的 是他非要跟我调换 这才成了替死鬼 究竟是谁啊 在你昆入金灰寺 还想要你死 我只在想 也许杀害我爹娘的人还没有死 或许凶手依然逍遥返外 不可能 是我亲手诛杀了杨国忠 不会有错的 我不是说杨国忠 我只是隐隐地觉得 杀害我爹娘的凶手 还没有死 我最近总是噩梦连连 梦见沈家出事的时候 梦到爹娘跟我说 杀害沈家的凶手 还没死 我总是觉得 郑主 或许你是在金灰寺 受到了惊吓 做了噩梦 这都不是真的 你放心吧 我以后绝对不会 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了 好了 此时我们大仇已报 我们一家人 终于有团聚了 你该安心才是 以后 我绝对不会 离开你半步的 beer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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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开我 娘娘我们回去吧 神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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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我们回去吧 我不是 我不是 神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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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呀 神珍珠你出来 神珍珠 你给我出来呀 神珍珠 我求求你了 你就分一半的殿下给我 好不好 杨国妃是我姨母 杨将国是我舅舅 我 我与你共事一副 你还想怎么样啊 阿尚怎么样 阿尚怎么样 难道你 不 难道就很想独撤殿下吗 不 不可以 殿下是我的 是我的 不要给我抢殿下 好 不 不要 好 不要跟我抢殿下 好 不要给我抢殿下 好 殿下是我的 好 好 好 你是不是要给我抢殿下 好 好 把殿下还给我 还给我 你是不是要给我抢殿下 好 我 不要给我抢殿下 不要 不要跟我讲殿下 靠谱 崔姐姐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要跟我讲殿下 不要 不要 是不是要跟我讲 是不是 不要 是不是 走开 快把她给我阵住 不要跟我讲殿下 我讲究你了 不要 崔姐姐 不要跟我讲殿下 谁可以住 大夫 崔儒人的身体怎么样了 回娘娘 这疯病 只能等崔儒人真正发作之后 捆绑起来 再服以安神之遥 免得伤人伤己 那有劳你了 小人告退了 我们来 张总管 最近是哪些人 一直在侍奉崔儒人哪 一直是这两个小丫鬟在照顾他 虽然他病了 疯了 但他毕竟是殿下的儒人 是 你一定要叮嘱他们 万万不可怠慢 是 娘娘 这样 你再多加两个勤快能干的势必 好好照顾崔儒人 是 听娘娘的命 嫂嫂 你是忘了崔儒人是怎么对付你的吗 你现在怎么对他这么好 你不恨他 你不恨他 一场战乱 让国不成国 家不成家 能活下来 实属不易 还恨什么呀 有时候 我也觉得疯了也好 至少 他什么都不用再面对了 崔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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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怎么样了 这是哪儿啊 你是谁 这是哪儿啊 好漂亮的簪子 我怎么没有啊 我没有簪子 怎么去见殿下啊 殿下会不喜欢的 你去帮我找一只漂亮的簪子吧 也很漂亮很漂亮那种 最好 是会发光的那种 崔姐姐 你看这个绿翡翠的簪子 你喜欢吗 好看好看 来 我帮你戴上好吗 嗯 拿个铜镜来 好看 崔姐姐 你看看 好美啊 殿下一定会喜欢的 殿下就会宠幸我的 我就可以去找殿下了 我们就可以生小世子了 你们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崔如人 是 好漂亮啊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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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嫂小心 殿下 身为女子 为何都要为情所困 这般可怜 往日的若儿可不是这样的 经过了这场战乱 当年那个天真无忧的李若 也然不在了 原来 原来 已有情对无情 是这般的伤毁人心 我再也不敢以真情对人了 只求 能无风无浪地 过此一生 再还有 若儿千万不要这样心灰意楼 不是安清絮 也还会有别的人 你一定能遇到 与你指手相伴一生的人 不是所有人 都能如你般幸运 我很羡慕你 苏儿 苏苏 安清絮 他如此暴虑 却肯为你心存柔软 我大哥更是不必说了 一直都心挂于你 从前我胡闹 也是想像你一般 为人所爱罢了 可是后来我才知道 不是我想要就能有的 若儿 执念 我已然放下了 若儿 往事莫尽 你还是忘了得好 但是 往事无可追 来世有可证 若儿千万不要放弃希望 我还是要用 忙 穿什么料 是 飞行了 好 谢谢 谢谢张伯志 谢谢张伯志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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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张伯志 慢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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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好 好 好 殿下 临志他们回太原城了 殿下 临志他们回太原城了 临志他们回太原城了 您何不找个由头 将娘娘调入您的随行军中 不用了 她自有她的天地 这样很好 纵然握这样的一张脸 她不再惧怕心伤 可我又有何颜面 去干涉左右她的人生呢 你们继续留在她的身边 保护好她 这就报了 是 珍珠 你可知道 父皇当着夜护的面 受于你一品郑国夫人这般高的名分 只是为了让你牵住回合 这场战争 父皇是有意把你牵扯进来的 我知道 我本不想让你巧合进来 但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只有让父皇亲自开口 才能让你回来 如果不是这样 也不能让所有人闭嘴 我知道 你可知道 因为母亲是不肯定心地开口 你不肯定心地开口 你可能会把舍呐 也不肯定要不肯定 你不肯定了 我算是明白了 在这皇宫中 如果我只当个殿下 根本不能保护你和库尔 所以 这个太子之位 我必须要整 关于何人挂帅领兵出征长安 朕不想偏思 朕听闻 在攻去长安的路上 有一碍口叫大散关 镇守此地 是一个叫图安的将军 此人不是安史叛贼的人 但也不和我大唐军队合作 要想进攻长安 必定先要拿下这个碍口 才能让我大唐的军队长驱直入 那何难 父皇给儿臣拨五千兵马 儿臣必将他拿下 南阳王有所不知 这个图安将军在大散关 有三万精兵 怕不是你五千兵马 就可以拿下的 我大唐神兵五千 可以抵这种山贼三万 先生 何必掌别人志气 灭了自己的威风 儿臣也同意先生的看法 如果将大批的兵马 都浪费在攻打大散关上 那耗费的人力和时间 岂不是太过于可惜了 正面攻打 是下下策 不知皇兄有何高见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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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你们兄弟二人 用什么办法 谁先攻下大散关 谁就可以取得 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职务 领兵出征长安 儿臣遵旨 儿臣遵旨 这人既叫图安将军 想必他和安禄山 有血海深仇 可是他为何不愿意 归顺我大唐呢 这也是我疑惑的 既恨安禄山 又放话说 不想见朝廷的人 这个图安将军 也真是够奇怪的 之前上门求见的大唐信使 也全都被打回来了 殿下 属下担心殿下的安危 我们是不是应该 多派一些人马 敌人的敌人 就是我们的朋友 如果我们两个人群 正好展现了我们的诚意 带多人马反而不好 而且大散关外 有我唐军的军营 不必担忧的 父皇给了我十天的时间 若我不能劝服图安将军 让道出兵 那军营将会由李溪来接管 让他率兵强攻 那出碍口 险军难过 我怕白白折损了 我手下的将士 如果我可以不费一兵一卒 就可以拿下大散关 相信我可以再次获得 天下兵马大元帅之职 到时候 于国于己都是好事 走 殿下 到了 我们过去看一下 什么人 这位乃当今大唐广平王 这是殿下的名帖 殿下想求见你们驾徒安将军 我们家图安将军说了 什么狗屁殿下 就是陛下来了也不见 走走走 殿下 走吧 殿下 现在怎么办 如今之急 不用装成他们来的 先混进去 是好是待 见一面再说吧 殿下 你说是装成他们的样子 也没说是装成他们的丫鬟呢 我们能有什么选择啊 等着一天了 从山上救下来这么俩丫鬟 你以为我想了 别废话了 你 你先去 这裙子 笑什么笑啊 你的形象在本王眼里 同样滑稽好不好 现在天色昏沉 现在天色昏沉 他们不宜察觉我们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 就低着头 这个拿着这个死巴 拿着死巴 对 还挡着嘴 风声音 这件事情 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不许跟别人说 是 走吧 等等 怎么了殿下 你能不能走路像个女人一样啊 我 殿下 手下 手下尚未娶亲 并不知道女人该如何走路 宫里看了那么多韩须不悔啊 腿夹紧吧 手势 手势像我这样 低着头 走 睡吧 你看 走吗 把篮子挂好了 好吧 快需来 坐在这行 把篮子带。。。 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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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仁依 咱们分开找 找到那个图案将军之后 给我个信号 今儿本王一定要见到他 是 把这个拿着 来 像个女人的样子 是 图案将军 热水已经备好了 嗯 你们下去 是 好 怎么是个姑娘 谁 图案将军息怒 我只是想见将军一面 实在太冒犯了 哪来的男人 图案将军 你听我解释啊 将军 我们有功一面之缘啊 是你 你 你 姑娘 你 你 你笑着点 我总觉得 二位 扮上女装 比较好看 你 让姑娘见笑了 不知 你如何找到我的 我并不知道是你 我之前以为图案将军 是一位雄武大汉 没想到既然是姑娘你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之前我去客栈找过你们 但客栈老板说 你已经走了 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 我今日已经递过明帖了 正是被图案将军拒绝的那位 你就是广平王 吴兴沈珍珠 可是你的妃子 没错 正是我的王妃 姑娘是怎么认识珍珠的 广平王 和其妃子 和其妃子 不认识珍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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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珠 我要嫁的一定是所爱之人 所谓一眼定终身 就是让我能够第一眼就心弦颤动 如受牵制 不能拒绝之人 曾听说 广平王 广平王 和其妃子 情笔金尖的故事 今日天色已晚 下山不方便 你们暂且留宿已晚 明日清晨即刻离开 突然将军 你不打算听本王说几句吧 姑娘既然以突然命名 可是为了打压安庆旭 必定是为了和安禄山安庆旭为敌 是不是 安禄山安庆旭 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 我必杀之而后宽 我图安山战 誓要剿灭所有姓安之人 既然这样 为何不与朝廷合作呢 因为我自己就足够了 不需要别人 如今生灵涂炭 烽火连连 难道姑娘不想结束这一切吗 如果你跟朝廷合作 朝廷以后必定会更加重用你的 我并不在乎加官进爵 况且说得再好听 牵扯到争权夺利 都是一股子心臭味 无非是争夺皇位而已 谁也不比谁好多少 天下是谁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关心你 姑娘 你为什么要想得这么偏激呢 我估认你 我估计算是一股子心臭 我估计你 你ぐ仰 你对我估计 你对你 他说得够了 他怎么不在乎 他说得够了 他说得更多 你不在乎 好吧 他说得更多 好生治国 迎回大唐盛世 况且 现在安军势力日益强大 如果我们分开攻击 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迎面甚小 又何必不合作呢 你不用再说了 我曾在家父坟前起事 不与朝廷为伍 一句话 本将军 不会与朝廷合作 也不感兴趣 念在你曾救我一次的景面上 才收留你们 待明日清晨 二位必须离开 将军 殿下还没走啊 姑娘 你要怎样才肯合作 世间万物 总有姑娘想要的 只要本王能做到的 你尽管提好了 我想要的 你给不了 不妨说来听听 算了 我还是不趁人之危了 莫非这些都是托词 不会是因为女将军 从未上过正式的战场 所以退缩害怕了吧 你又不着急降我 行 既然这么执着 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大家都说 广平王的剑法很好 不如咱们俩做个比试 是殿下你身骄肉贵的 皇家子嗣剑法好 还是我这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 女将军剑法好 那如果我赢了呢 戒兵 一言为定 风声音 在这儿等我 是 谁先把天上的飞鸟射下来 谁就算赢 这儿还不断 在这儿 温暖 meta 请 这儿 有 加 可以 你 你怎么跟我设同一职啊 本王只能说心有灵犀 团安将军 这说明寿母合作上的默契 谁跟你心有灵犀啊 团安将军干嘛生气啊 总之 跟我设同一职就不算你赢 等你找到 能让本将军合作出兵的方法再来找我吧 团安将军 珍重 团安将军 竟是我们那日途中遇到的女将军 她似乎是你旧时人 不知你可否想起她的出身来路 团安将军 这些粮食应该够你们吃几日的 好生保管 果真是她 东郎 珍珠 你怎么来了 东郎 你把团安将军的画像给我看看 我有可能知道他是谁 也有可能有法子 让他让道出兵 好 果然是她 她就是独孤静遥 独孤家的第十三代传人 是她 昔日我落入安清旭之手 就是她救了我 那日在县城 我只是觉得这个生意耳熟 并没有想到 她竟然没有回云南 而是在大散关炸了根 还改名叫图安将军 虽说你们是旧事 那也不一定能请她出来帮忙吧 独孤姑娘曾经说过 她们昔日叛唐 如今叛安 如果再让她归顺大唐的话 她也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那你有什么办法 可以说服她吗 东郎难不成忘了 我们沈家 和独孤家还有一点渊源 这莫非就是 这就是让我们沈家 谋受灭门之灾的麒麟令 真是造物弄人的 是啊 我也未曾想过 这差点丢掉的玉杯 竟然就是麒麟令 我也是偶然才发现 万事通说 从我曾祖父那一代开始 不知道因何 有大恩于独孤家 独孤家赠此麒麟令给我沈家 并说 凭此麒麟令 就能向独孤家御语欲求 但我爹 从来没有向家人提起过此物 直到我那年进京时 才把它当作护身植物交给了我 我也一直不知道其中的玄机 经历种种才意外知晓 这引发祸端的植物 竟然一直在我身上 如今这麒麟令 也算是无尽其用了 若能住得大堂平乱 使得天下百姓安宁 我爹娘在九泉之下 也算是有所安慰了 执着 会的 一定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绍出堕色绚丽的斑斓 回忆寻藏阑珊处 前尘世都如图 若映般映现沉淀的时光 谁留指纹因我珍藏 从天边到眼前 在人间终不见 愿你记得静谜千年的思念 风干一袖红的时间 还收拾温度暖心不负贼 徒留藏逃与空应对 愿你记得穿梭任朗中一天 临摹也不能复刻你容颜 莫浓印花梅 珠红落点春 只怕伴来色恭维 却望今生幸运 游泳 游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